美国时间12号晚间 美国众议院就要求副总统彭斯 根据美国宪法第25条修正案 免住川普的总统职务进行表决 最后以222票对204票通过 中议院议长裴洛西也现身在会上发言 不过彭斯已经发出正式声明 表示在总统任期仅剩8天的情况下 你和民主党决策要求内阁和我援引第25条修正案 我不认为这样的行动符合我们国家的最佳利益 也不符合我们的宪法 上周我没有屈服于压力 行使超过宪法赋予我的权利 来决定选举结果 现在我也不会屈服于众议院 在我们国家生活如此严重的时刻 玩弄政治游戏的行为 新唐人聊电视 张启廷综合报导